让我采访一下你的汽油包车 行了 那我捞收一下 行 一会儿我要采访一下我们小伙伴的车 卖鱼快油 卖鱼快油 让我小伙伴先去收拾点一下 男人的房间吗 总是有一些潦草 等一下 整理的 像个酒店一点都没有生活气息了 江西南场 江西南场 这进谱 然后拖挂了一辆房车 这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搭配好 我当时有个电话 我的进谱车 面包车 我的面包车也整成这样 一下说漏了 还有辆金 电筒 看一下参观一下 这是一只叫啥了 刀木 刀木 这叫帅帅 这叫帅帅 这拖挂房车里比房车还大 帅帅 这有个电视 这房上卖 花多少钱买的 这台车 其实新车的话 11万 然后 我当时买的是一台准新车 落地到我手的话是7万5 这边是一个小冰箱 这边是一个直流的冰箱 然后这边是一个厕所 对这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就大家不要看了 这个就 男人的世界我懂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台车的外观 外围的话 它有出拉厨房 要做饭的什么的 还有淋浴 厨房 这是室外淋浴 对对对对 这充电口 这是注水口 我车顶上面装满了太阳能发电板 然后另外呢 我还带了一块这种300瓦的太阳能发电 啊 车顶上也都是呀 对 车顶上也装满了 这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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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个W 48 对 那这两辆车加一起60万 哦 将近60万 就是 你开房车 这好房车它30多万 对 然后通过房车也有它的优点嘛 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 你可以把我的小房子放下来 然后 开小车进城区 随便成熟 房车的话就可能会遇到限高的问题 等等一些问题 对对吧 48万的木马人呢 但是 也有缺点就是车太长了 有10米 加一起 对10米出头了 10米出头的话很多 嗯 拐弯啊 山路啊 就不是那么好走 要注意一点 就这个拖挂房车 就所有车都可以拖吗 嗯 排量要稍微大一点 我们面包车拖不了 面包车 可能有点费劲 因为你排量太小了 遇到一些陡坡 你可能上不去了 或者他 因为他自重了 就已经有1.5吨了 哦 然后我看一下这里还有辆拖挂 拖这辆拖挂的 其实就是一辆城市SUV 他的排量是1.8的自息 他跟我讲 在爬坡的时候 就会发动机过热 然后在边上休息 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我的车呢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没有大梁嘛 你长时间拖拖挂的话 对车还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损伤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